欢迎收看金明天下美中科技战延烧 美国现在扩大管制出口中国 为了避免供应断裂 现在除了半导体之外 包括低轨卫星还有PC 客户也都纷纷要求要去中化 另一方面为了降低在中国投资的风险 那么台美产观学研也组成了新东向联盟 未来可以协助更多的台商可以在北美投资 另外美国所公布的11月 飞农就业跟薪资增长的都是超乎预期的 这让市场对于联准会 原本说会降低紧缩力道的期待 现在是落空了 现在经济学家也纷纷预期 在12月份很有可能会升息三马的幅度 另外无二战争进入了延长赛了 那么北美跟美国的军火武器库存 现在已经降到了相对的低点 而让军火业增产现在是火力全开 台股当中的军工概念股 包括像是八冠还有雷股 在间股价都是攻上了涨停板 那么在军工股的后市 到底要如何来操作观察 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金中刊顾问林洪文 李博亚洲区研究总监冯志源 资深分析师丁兆宇 大家好 威良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厂 在6号就要举行上机典礼了 包括拜登像是库克 他们都会到场 会不会要求要更多的订单 美国在这个晶片法案实施之后 甚至可以说是把美国的半导体发展 带到一个新里程碑 基本上根据现在外资 最新的研究报告 他们的看法认为 未来4到5年 其实台积电不仅会持续扩大 5奈米的产能布局 甚至其实在下一个阶段 二期的部分也会开始投入到 3奈米的先进制程 事实上这个部分也已经 透过台积电得到了证实 所以代表其实台积电 未来其实在美国的一个投资布局 它不但是会产能增加 而且在制程上面 也会有持续的往前推进 预估在2027年 台积电就会成为 美国最大的晶圆代工制造商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 其实在不远的未来 几年之后2027年 台积电的晶圆代工产能 在美国当地 其实就能够超过 目前的龙头Intel 所以其实在目前 整个布局上面来看 其实美国应该是会有意愿 希望就是说台积电 其实持续把整个供应链 带过去之外 而且希望它能够 投资更多的晶片产能 当然最主要其实估计 未来可能有三分之一 甚至到接近二分之一 这个产能 其实是有可能会被苹果包下来 所以在刚刚提到的 这一次的上级典礼当中 除了美国总统拜登 甚至像苹果的执行长库克 认为这个可能都是 希望能够当面像台积电 不管说是说施压 甚至说游税 最主要其实就是争取更多的 未来先进制程的产能 当然今天台积电股价 似乎还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 去做正向的反应 不过看到这个盘面当中 相关的供应链股票 今天其实都还蛮活药的 至于说台积电的股价本身 下一个重点应该是在于 其实下礼拜四 15号的出席 自从台积电改成季配息之后 因为一年配11块钱 每一季目前暂时都是保持 2.75元的股息 所以这个配息的金额 当然降低之后 也就是说采取季配息的策略之后 其实让台积电 它填息的几率大幅度增加 如果以过去13次的经验里面 有9次都是完成所谓的一日填息 所以其实这个也会让持股者 比较不会在除息之前 因为担心后面的变数 就把股票先卖了 对 抛售持股 产生所谓的气息压力 尤其是一些像国内外的大型法人 所以这个其实有助于筹码的安定度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 其实台积电因为 毕竟从今年的高点跌下来 虽然过去一个月涨幅 逼近三成 不过还是在一个相对的低位阶 而且本一比也是在历史低点 所以我认为市场上 参与除息的意愿 其实是会相对比较高的 虽然目前来说 股价这一波急涨之后 可能要稍微震荡一下 但是我觉得在短线上面 其实牵动到台积电股价 就是观察两个指标 一个是美元指数 另外一个则是 美国的十年起公债殖利率 当然这两个指标 如果都是往下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利于 外资的资金回容加码台积电 至于说长期的部分来看的话 还是仰赖于在台积电 先进制程的晶片残能 以及它对业绩的贡献度 什么时候能够更明显的放大 我想其实现在 普遍国内外的法人研究的看法 认为明年台积电的获利 可能会是一个持平到小幅 衰退的变化 后年的部分则是重新大爆发 所以我想其实中长期的前景 是持续看好 说到其实美国拉拢台积电 另外一方面也代表 去中化的趋势 其实也正在加速当中 现在除了半导体 好像包括PC 像是其他低谷卫星产业 其实其他的产业 也都开始要求要去中化 对 我们知道 这一次美国去打中国的半导体 原本当然主要就是针对先进制程 可是事实上 有很多的科技大厂 大家也担心 未来政策 当然随时还是有可能 会做出新的调整 会不会扩大到 连成熟制程都受到波及 其实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 所以最近其实全球 不管是说像笔电厂 或者是说车厂 他们过去因为所用的生产 大部分都是成熟制程为主 但是现在也都开始要求供应商 开始去中化 所以对台厂来说 带来一些转单的一个效应 包含我们知道 国内如果以金元代工 在成熟制程 布局相对比较完善的 就是在联电跟利基电 对业绩的贡献比重 也是相对比较大 所以目前当然就传出说 联电跟利基电 有可能可以收到一些转单效应 不过根据联电 目前的一个回应来说 其实还没有办法说 确认就是有得到客户的转单 这个部分其实还可能需要酝酿 或者说再跟客户去做一些协商 不过因为联电在新加坡有投资 所以其实他的新加坡厂 的确目前收到客户的询问度 是有明显增加的情况 所以其实看起来 当然原本预计 2023年金元代工 尤其是在成熟制程的部分 可能这整个市况会转冷降温 但目前看起来 如果真的有一些转单效应 开始发酵的话 也许整个产业落底的时间 能够比原本预计的来得提前 至于说在整个日本的部分 现在也看到积极在做 所谓的去中化 因为根据日本的媒体调查统计发现 有86%的企业 现在已经把日本视为 就是替代中国的新采购基地 也就是说 把原本对中国的一些零组件的 一个采购订单 其实就是大部分都挪回到日本了 回到自己日本的国内了 对 当然会有一些成本增加的一些考量 不过我想即便是有这样的一个成本压力存在 不过就有一个长远未来看 其实一旦出现这种去中化或转单的效应 这通常都是 其实代表是一个长期趋势的一个转向 目前来看 像整个汽车或机械或化工业 其实这种转单的效应特别明显 举例来讲像工具机的大厂DMG 目前就已经把采购地改回到日本 另外像松下电器 也已经把部分的一些产线都从中国搬回到日本 所以这边来看的话 我想其实这也是另外我们要持续追踪 就是在全球除了美国去中化之外 日本去中化的一个力道 也算是蛮猛烈的 再来就是苹果的部分 我想今年经过了这些所谓清零风控 跟整个大陆的一个生产受挫的一个状况之下 最近就传出苹果在近期 已经开始加快要求供应商 把整个产能从中国大陆转出 当然主要就是锁定在印度跟越南 对 甚至其实根据天风证券 郭明奇的预估看法 他认为苹果中长期来讲的话 应该会希望印度所生产的iPhone 能够占到整体产能的 4成到4成5左右 所以这个产能的比重 其实是拉得蛮高的 所以我想着这个未来来讲的话 也代表就是说 现在几乎算是独占高阶 iPhone竹章的红海富士康 未来势必也会可能面临到一些 是不是会订单分配减少的问题存在 当然这个相对来说的话 受惠的公司可能就会是 非台厂以外的当地的大陆厂商 不过再次台积电到美国 去设厂这个上级典礼 我们看到在中国官媒的部分 其实是蛮破天盖地的 在做一个抨击 他们认为说 台湾的晶片业可能会被掏空 台积电会变成美机电 我想我们刚刚聊到 因为去中化的效应 其实让中国现在面临 整个产业的变化 压力是非常大 所以当然最近可能有一些 媒体发文提到 台积电会变美机电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整个在心态上面 可能出现有一点比较 不是很平衡的一个想法 其实如果以媒体报道说 台湾积累的财富 成为美国寄予的肥肉 在美国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因为它就是去中化 所以让美国其实持续的打压之后 中国其实心里是蛮反弹的 所以可能就趁着这一次的机会 针对台积电到美国投资设厂 有点大做文章 当然也有提到就是说 未来会不会重演 30年前日本的这个悲剧 因为日本在30年前 曾经是全球半导体第一 后来被美国超越 我想其实现在美国要超越台湾 我刚刚除了提到 第一个人才其实是不足的 第二个如果以产能来讲的话 台积电2024年 如果这个5奈米量产的话 其实它也不过就是 也大概只有台湾产能的1% 那再加上就是说 其实在制程技术上面 至少也落后台湾3到4年 差了一个世代以上 所以我觉得其实 台湾在目前半导体 非常稳固的基础 这打下了长达30年的优势 其实是不容易说 只是因为台积电到美国投资 然后就因此被美国颠覆了 所以我想台积电 仍然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好 刚刚威良带我们看到 就是台积电要到美国 去举行上级典礼了 不过现在除了5奈米之外 传出4奈米晶片 也会生产 接下来还会有3奈米厂 那么台积电 现在也回应客户 因为有些客户反映说 希望可以降低风险 所以他们在台美两地 其实是同步有在下单的 所以要请教赵宇 有哪些先进制成股 有机会来因此受惠 我们在骑车的时候 车队出去会有一个破风手 在前面挡住逆风 但是这破风手 它是让后面的人 不要顶得那么大的风 所以后面的人会比较省力 如果从获利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一波台积电 可以说是台湾半导体的破风手 成熟制成 以及相关的供应链 就是它后面 我大概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先进制成 检测这一块来讲的话 有金测 这个金测 我觉得在上周的一个网络版 有帮大家有介绍 金测这档股票 今天就不多做介绍了 另外在雍智科的部分 像旺系以及宜特 他们分别做的IC测试载板 以及像测试探针卡 还有测试的板卡 以及像宜特 它做的是材料分析 以及除错分析 这类型的这些检测过程 另外先进制成设备部分来讲 蛮多的 这里面包含像万润 有新进封装的设备 像星云有战胜设备厂 晶圆以及设备厂 红树的部分来讲 是湿式制成的设备 加灯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机首要逛EUB的光照盒 那今天这两档股票 我们先从K线的角度 来跟大家稍微做一个 简短的一个分析 像雍智科6683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主要的业务是做后段测试 那后段测试来讲的话 占它业务大概差不多八成左右 前段测试大概17% 那其他IT设计模拟平台 以及其他相关比较 比较少的服务量 大概占3% 那前三季的EPS 赚了11.97元 这个算是过去来讲 算是毛利率相当稳定的一个公司 那在今年 其实也受到了 所谓半导体的一个股价下跌冲击 所以今年波段跌幅 跌了57%左右 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投信刚刚开始回补 在那个右下方这个地方 投信才刚刚回补 那我们认为说在这个地方 投信刚刚回补的情况下 可以搭着投信 年底有可能去做绩效 以及在半导体当中 这个所谓 这个回补制程当中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 算是一个相对机器比较低的股票 但是请注意 因为它是属于中高价的股票 所以在操作上面来讲的话 尽量是在拉回的过程当中 买黑进场布局会比较好一点点 这个在操作上面 短线要给观众朋友做个建议 那另外来讲 万润这间公司 先进制程的封装设备 占它整体营收 大概差不多八成左右 前三季赚了5.86元 比去年同期还要成长 虽然第四季的营收 有点下滑 可是万润它过去 都是一个很稳定配息的公司 我记得去年是赚超过6块钱 它配4块多 它殖利率算是都相当高 也蛮稳定的 那在这个今年来讲的话 它修正高达65% 比较特别的是 万润这间公司 才刚刚宣布 库长股实施完毕 它近期实施库长股的成本 公司库长股成本是75.6元 那万润今天来讲的话 它其实今天来讲 有刚刚开始发动 股价今天有攻上涨停板 不过今天涨停板的价位 比公司的库长股的成本 75.6元 还要来得低 所以这类型的股票来讲 它是属于相对比较 机器比较低的股票 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另外一块来讲的话 刚才斐鱼有讲到 就是成熟制成这一块 那成熟制成这一块来讲的话 就是在一些比较不需要 高速运算的领域里面的话 它们会比较用到成熟制成 因为毕竟成熟制成来讲 它的成本会比较低一点点 那这里面来讲的话 包含像是低格卫星 同时最主要一点就是 现在大家也在讲 去中去中 你担心这个东西都给老共拿去了 对不对 前一阵子包含像安全监控 那甚至来讲 像这个供应链的部分来讲 像低格卫星的部分来讲 现在传出来说 有可能会去倾向于 采购非中国的这个产品 那这个部分来讲 台湾的供应链 也有一些可以去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像是森达科 还有做微波元件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像药灯 它是属于这个射频 以及这个测试这个部分 全训来讲的话 它本身是做功力放大器的 不过它的功力放大器 不是用在一般手机用 它是属于比较军规的 比较这个所谓军用这一块的 算是少数来讲的话 它跟台湾的军方也有做合作 全训科技这个股票 做功力放大器 另外来讲 在用户端 包含像企机 振文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森达科的股价 在这里这个形态上面来讲 也是慢慢逐出了底部 那操作上面来讲 我觉得在这条 这个半年线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到那个地方 去进行整理 因为目前整体的大盘来讲 也是几乎来到半年线这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半年线的位置可以去做注意 那另外全训在这个地方 今天带量突破 这一根把整体的股价来讲 做突破 那像这种股票来讲 投资朋友又要注意 就是说 以他今天的上涨的一个 低点的位置 当成是一个 这个停地停顺点 那用这个地方来讲 来做一个操作 我想是一个 比较合一的一个情形 刚刚照一段我们看到 现在除了半导体 其实低轨卫星 也出现了去中化的一个态势 这对于台湾的供应链 似乎也是一种新的机会 不用说 为了降低在中国大陆 投资的这个风险 现在台美的这个产观学研 也组成了一个 叫做新东向联盟 未来他们会协助 更多台商到北美去做投资 那么这个部分 在日前成立的是 由崇岳 凡轩 千如 等三家的上市柜公司 来扮演一个要教 就要请教洪文哥 新东向联盟 这对于台厂来说 是新的机会吗 是 我觉得我们如果回想 两千年 台湾有 两千年前后 台湾有很多的电子公司 大量的到西境 到大陆去投资 当时当然是以笔电 PC跟笔电这样的一个产业是为主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台湾的这个 PC跟笔电产业 其实全世界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全世界的八成到九成的笔电 都是台湾生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大陆在那段时间 两千年之后 有一个所谓的世界工厂的成型 台商是贡献最多了 事实上在大陆的出口商里面 前十名有一段时间 八家都是台湾公司 那现在两千零二二年 二零二年 台湾有一个新东向 这个新东向 当然以半导体为主要的核心 也就是明天十二月六号 我们台积电要在 这个新厂的遗迹典礼 那我觉得除了半导体之外 半导体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新东向的一个前岛部队 那我想刚刚其实也有讲到 就是像电动车 因为北美的市场 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 都讲过很多次了 他现在要你到当地去投资 才能够给你补贴 电动车是一个大项目 另外一个 其实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 是伺服器 事实上伺服器产业 其实已经也都很多 都移到美国去了 像广达在加州跟田纳西州 他就有两个很大的生产线 那大家都在想 伺服器这种东西 为什么要到美国去生产 美国不是人工还是很贵吗 那我看到就是说 比如说像和硕 和硕他是在墨西哥组装 那伪创也是在墨西哥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为了是一个 北美的市场 去做一个 那当然北美市场 就包括刚刚讲的墨西哥 加拿大 美国 那你在那个当地设厂 你都可以享受那个关税的好处 所以你看这整个新东向 其实我现在观察到 很多电子公司以前老板 CEO 大部分都飞到大陆去出差 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往美国飞 那往大陆飞 其实都是几个小时就到了 往美国飞 都是要隔一天 然后还有时差 但是没有办法的 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新的机会 那我觉得这个机会 其实是越来越大 刚刚其实我们还有讲到安全监控 安全监控这样的产业 一定的是跟军工有关的 那还有低轨卫星 只要跟军工有关的 我相信未来你很可能 现在美国不是只不采购 你大陆生产的这些品牌 这些安全监控的品牌 他很可能说不定以后 也要你到美国去生产 这个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只要 事实上我们刚刚讲的几个行业 半导体低轨卫星 然后这个伺服器 那电动汽车 这个都跟军工 或者是跟安全有关的 是密切相关的 这种产业 美国一定希望你到那边去投资 好 不过我们也说到 这个面对美国的制裁 现在中国大陆 他们的晶圆代工龙头中芯国际 其实他们也非常在积极的建立 自己这个非美的产线 他们也希望可以走 这个本土化的一个路线 但是目前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 是我想中芯当然发展的机会 我觉得一定当然是有 因为他是中国最大 但问题就是说 你要把整个半导体 放在全世界的架构里面去看 那中芯去年大概营收 大概只有差不多70亿美金上下 他的规模其实还很小 他跟联电他还输联电 那我想就是说 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很重要 就是说 其实你的晶圆代工 会做得多好 跟你的客户是最有绝对关系的 那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明天 台积电的那个新机典礼 听说会有 不只是美国总统拜登会到 包括苹果的库克 NVIDIA的这个黄仁勋 然后AMD的这个CEO 他们都会到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三个客户 Apple NVIDIA AMD 这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客户 你跟这些客户 这些客户是你台积电的客户 这些优秀的客户 他会要求你最好的良率 最好的制程 最先进的服务等等 那这些会让你台积电 会做的也是会做的最好 也就是说客户成功 你就最大成功 那你可以跟客户一起成功 那大家去想想 就是说中芯 他的客户是谁 他的客户现在 我相信美商不会给他做了 我想这个美中的对抗 现在美国的客户 怎么会想要给 那个中芯下单呢 那中芯只能做谁 做大陆的客户 那大陆的客户 很多都没有到 没有到这种先进制程 他的IC设计业 他没有这么强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说 我其实爱20年前 采访张中某董事长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因为当年2000年的时候 台积电把四大病了 然后四大的创办人叫张鲁金 他到大陆去创办中芯 那个时候大家全台湾都弥漫了一个说 台湾的科技业要移民上海 然后大家都想要说 中国要起来了 我们完蛋了这样 所以我就问张董事长说 你觉得中芯以后会怎么样 张董事长在2000年的时候跟我讲 他的回答他说他觉得中芯不会怎么样 中芯以后在景气好的时候可能赚一点钱 在不景气的时候他就会赔钱 或甚至赔大钱 所以他不会觉得那是对台积电的威胁 对 那我觉得张董事长那时候的回答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他对台积电的根基扎得很深 这个很有信心 因为1987年台积电就成立了 2000年中芯才成立 差很 第一个时间很长 第二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关键 就是说最先进的IC设计客户在美国 你如果只是这个不做美国的生意 你只想做中国的生意 或者是做一点点美商的生意 那你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你要跟最优秀的第一级的客户 一流的客户会找一流的金源代工厂 三流的客户才会找三流的金源代工厂 所以你一定是跟着客户一起成功 所以对台积电来讲 他们的优势 还有包括他们的这个客户 都是美国这些一流的客户 不过我们也说到 中国当然他们现在也很希望 自己找出一条路 如果说未来十年的时间 你觉得中国大陆有可能在半导体 这个部分迎头赶上吗 那么对于台湾厂商来说 如果丢掉这块市场的话 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对 我觉得时间拉长来讲 我们刚刚讲就是说成熟自成 中国一定是拼命做 这个也不用觉得奇怪 因为他现在把你现在把他的先进制成通通封住了 然后设备也不给他 那个设计的那个软体也不给他 然后其他的材料 很可能日本也不敢把光阻记卖给大陆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 这个大陆他整个被封锁之后 他成熟自成 他一定拼命的做 那拼命的做 他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当然说美商不下给他了 欧美商不给他了 那他怎么办呢 他当然是把原来他们很多的IC设计客户 也可能下到台积电 下到连电 下到立基电 那那些比较成熟的 那像那个是 我想面板的这个驱动IC 或是power 就是电源管理IC 这些东西他们就自己做了 他也不会给你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叫做进口取代 进口取代是包括自己设计 自己生产 所以这些东西订单 他我相信台湾要占到什么好处 也不容易了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G2 就是美中 美国中国一边一国 大家就各自发展自己的 那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竞争力建起来 所以你时间拉长来讲 就是说大陆我觉得在成熟自成 他不会他不会放松的 那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这个我们说短多 长会不会是多还是空 这个可能就是看大家的努力了 我想成熟自成 他不会放松 就像以前的LED太阳冷面板 他都不输你的 他一定拼命做的 做到你 这个整个是流血竞争 然后变成是一个 这个我们说 从南海就变成红海市场 好 不过我们说到除了在半岛 表提之外 现在市场高度关注的就是在 下个礼拜美国要公布的CPI 还有美国联准会 最新的利率决策 要请教冯总监 在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最新公布 非农就业跟薪资增长 都是高于预期的 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就开始担心了 原本大家认为12月升起两码 几率是最高 现在似乎也开始担心 会不会在这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变成成三码 过去其实这个非农就业 跟实现的一个成长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数据 那么由于市场的预期 过去来讲都是会欢声雷动 不是大涨 但是现在反而没有 甚至于华尔街来探什么 这个数据来的真不是时候 真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一次公布的非农就业 是26万人 原本华尔街预估是20万人 也就是在这个数据底下的话 是很明显优于市场的预期 同时平均的时薪的一个成长 也往上翘 那为什么市场不买单的原因 是因为在于说 可能12月联准会的升起 会因为就业数据过好 而受到所谓的一个打乱 因为联准会的打算 就是希望说就业的市场 比较差一点 然后薪资少一点 大家赚得少一点之后 通膨的状况就不会这么高 但是很明显 这个时候就打乱了他们的一个如意算盘 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我们看两年期的一个公债值利率 因为我们有讲过 这个短债两年期公债 是跟通膨跟利率是最为敏感的 其实我没想到说盘中 这个公布 这个所谓的就业数据 超出预期之后 没想到两年期公债值利率 就盘中飙升 代表说市场上预期说 联准会未来在12月升级三码的几率 还是相当的一个高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就是为什么市场上 现在对于联准会的升级的一个味道 感觉上有点批变 就在于就是说 我们看就是 现在美国的CPI还是高于这个7% 目前在7.7% 是有比过去8.2%降下来没错 但是我们看指标利率 现在也不过最高在4%上下 我们有讲过联准会要停止升级或趋缓 一定要在指标利率跟通膨 形成一个黄金交叉 现在这个缺口还高达3%以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说12月升级三码 这样的一个 还是有可能成为联准会的一个 重要的选项 虽然现在FedWatch认为就是说 升级两码的几率还是将近高达8成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过去联准会主席鲍尔也曾经说过 只升级两码 最后变成升级三码 这样的可能性也很高 为什么大家现在认为说两码的几率很高 在于说鲍尔在所谓的国会的演讲 还有包括传声筒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Nick 都不断的在跟市场讲说 我们希望12月是升级两码 为什么 因为联准会连续升级15码之后 的确对美国的经济也好 对美国股市也好 造成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打击 他们希望能够借由12月 在今年最后一次升级 以升级两码的方式来 缓和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情绪 但是非农就业的这样的一个 数据的一个表现 很明显打乱了他们的一个节奏 我们看今年的美股 其实是NASDAQ还下跌了将近有27% 在这种情况之下美股跌得还蛮深的 所以其实包括几个金融巨爆 包括德意志也好 大摩 美银都认为说 美股可能在明年来讲 都还有持续下跌的一个空间 因为今年的基期其实是蛮高的 明年开始我们可能可以看到 更明显包括经济的 景气的一个衰退 还有包括企业获利的一个衰退 这些可能就是短暂来讲 像科斯托兰尼讲 这个主人跟狗的这样的一个比喻 市场最近的确来讲 是有比较明显的活蹦乱跳 但是回归到整个主人经济来讲 如果你主人是病奄奄的情况底下的话 可能这个狗感受到的一个状况 也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还是要留意 就是说短期是有比较乐观的一个倾向 但是在联准会 这个利率决策会议之前 还会再公布一次CPI 我想这一次可能就会影响到 联准会今年最后一次升级的 这样的一个幅度 不过我们说到美国股市 如果说刚看到的是纳斯达克 今年是跌超过27%的幅度 那如果说是标普的一个部分的话 有可能在下修的部分 也是会达到两成以上 对主要是因为说 国际金融巨部都认为说 明年来讲的话 企业获利衰退的幅度会加大 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本亿比都还有持续修正的一个空间 同时间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前财政部长桑莫斯 过去第一个 先讲说整个美国的指标利率 会到5%以上 现在他甚至于改口就说 如果没有达到6%以上的话 是没有办法抵抗通膨的 那你可以想象就是 如果联准会再持续升息 再对这个资金紧缩 对于市场的一个打压性 我觉得会更高 所以这个情况底下 也是认为就是说 美股可能后续来讲 后面还是有一个比较 跌势的修正的一个压力 好 刚刚冯总今天带我们看到 美国因为通膨的压力还是很高 所以美国接下来 这个股市方面 还是有下修的可能性 那我们说到影响通膨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国际油价的一个部分了 我们看到现在 G7跟澳洲 已经正式他们宣布 对这个俄罗斯实施 第九轮的一个制裁 那么欧盟同意 把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 定在是每桶60美元 这样的一个价位 那么希望借此来打击的 就是俄罗斯 他们的一个收入的来源 要请教杨老师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说 其实俄国他们也可以改卖 给亚洲国家 或者是有办法来帮这个原油 也洗一下产地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的观察 这真的比较复杂 波兰这些国家甚至要求 应该要把这个价格 设限定在30块美元 然后德国 法国这边 希望定在最早是在 65到75的一个浮动 现在决定是60块美元 现在的油价 纽约的西德油 大概是7或是80块美元 然后布兰特原油 大概是85到80块 88美元之间 不过同一个时间 这些OPEC 就是石油生产国家组织 PLUS 是决定说维持减产 就是美预减产200万桶的 这样子一个量 也就是说现在国际的油价 其实是他们认为偏低 不可以用增产的方式 当初美国的拜登 是希望他们增产 来帮助欧洲国家 帮助美国 但是显然就是说 他们还是以 自己的油价稳定为主 现在对欧洲的 所谓价钱的设限 他是说如果超过这个价钱的话 对相关的企业的运输 中介 然后保险 融资 要做惩罚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任何欧洲 跟西方国家加起来 28个国家 包含澳洲 这些企业 如果说你在进口的 来自于俄罗斯的石油 高于60块的话 对这些处罚 当然就很清楚 他就定在60块 这种当然是政治力 介入到市场的运作 不过因为是 俄乌战争的关系 他们认为也许这样子 会减少俄罗斯石油的出口 或者是获利 至少是获利 但是从四个层面来看 他是不是真的 第一个在俄罗斯 第二个在国际油价 第三个在对欧洲 欧盟国家 第四个是 到底谁赚了 有没有能从这当中获利 第一个对俄罗斯而言 其实短期的影响并不大 因为你知道 你虽然现在国际油价 80到88之间 但是他自己现在 俄罗斯出口的这个价格 大概是48块到55块 所以你定了60块 还是比他的60美元 还要来得低了 对 他的出口 事实上是很多层面 他的出口还是有相当部分 是给欧洲国家 当然对于中国 对于俄罗斯 对印度的出口都增加了 这样子一做的话 短期的影响 其实是看不到的 欧洲人有一个想法说 俄罗斯原油出口 到给中国印度这些国家 他就必须要压低价钱 因此整个国际油价 都会降低 因为他压低价钱的话 这些中东国家就会减产 因为他要把价钱 维持在一定的幅度 可是这个真的 这么理想的状态吗 如果真的减产 然后他压低价钱 中国印度又没有再转售 那是不是国际油价 会随着升高 所以很难讲 我觉得有一点自断手脚 你本来就需要欧洲 俄罗斯比较便宜的油跟天然气 结果你现在就把定的价格 反而大家真的企业不敢去买 然后你在国际油价 又会升高 你现在能源已经大概涨得有几倍之多 天然气更不要说 可能是过去的多少倍 来自于美国的天然气 反而是在美国当地价格的四倍 所以有一点在自断手脚 这种感觉 就是在战争议题上 这个政治的因素 被美国所操控的欧洲国家 几乎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 这个跟马克宏 跟冯德莱欧盟的主席 对于美国降低通风法的那种指责 完全两个面貌 所以这个就显现出美国 毕竟在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驻军 对于欧洲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最后谁获利 那是第一个美国获利 因为它可以增加对欧洲 原油跟天然气的输出 然后价格可以随为它开 第二个当然中国印度也获利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会变得比较复杂 这个东西虽然讲第九人的制裁 可以最后证明 在战争当中经济制裁的效益 其实真的是有限的 好 刚刚杨老师 但我们看到欧盟现在要把 俄罗斯石油的这个价格上限 定在每桶60美元 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 这个制裁的效果 其实接下来这个变数 还是非常的多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乌俄战争 现在进入了延长赛 这也让整个军工股 在最近可以说是非常的夯 我们稍后带您看到 一间宜兰乡间的小厂 他们现在到底是如何 成功转型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不过战争现在进入延长赛了 我也料到现在北约跟美国军火武器 他们库存的水位 都已经降到了很低了 所以军火业就开始增产了 所以我们反映在这个台股盘面上 军工概念股 今天真的强势表态 包括像是现在看到的八冠 还有雷虎 这间都是亮灯涨停的 对 其实军工概念股 大概从上个月 一直火热到现在为止 这个热潮还没有退去 不过我觉得投资的方向 有点变 就是说从比较没有数字的投机股 慢慢现在扩散到 正规军就是业绩成长的好公司 真的有基本面座加持的公司 对 也开始出头天 像我们今天要聊这个八冠 它其实是一个特殊机能布料的公司 你说前三季它的税后精力 是成长了95% 快要翻倍 EPS 5.29元 法人沽今年可以中到7块钱 因为它这一次 最主要大家注意到它是因为 它打入到德国的军用的客户 最主要就是防单一的外照 跟里面的关键材料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它 过去这几年的一个发展 其实它的为什么业绩 能够一路成长 因为公司不断不断找到 新的产品领域 其实机能布料不是只有服饰或鞋材 你可以看到2015年 它跨入到露营相关的 这些户外的一个衣服跟设备 2017年更打入 非常困难的航太市场 我觉得这一切的一个关键 是来自于就是 其实公司的领导 就是董事长刘忠欣 他虽然二代接班 但是他非常有企图心 当时其实他们原本成立的时候 是做贸易的 可是决定在2008年 跨入到制造 也就是现在讲的 TPU的机能布料 其实算起来 跨入制造的年资 还不到15年 可是当时他们就在想 要投入什么产品 不要再去跟人家 重复的领域 去做过度的竞争 所以他们在翻 安养院的采购目录的时候 发现 医疗产业最赚钱 所以一开始就决定了 要做就从最赚钱的行业 开始做起 从医疗切入 对 所以我刚才说 董事长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 他常常提着一款皮箱 他把它称为是玲珑袋 因为里面抓满了各种 要向客户展示的产品 其中像这个气垫床 客户要求是什么 你在吹七口气之内 就要让整个气垫床充饱器 七口就可以充饱了 对 这不是在烤废活量 是在烤产品的品质 所以其实他们为了跨入 这个气垫床的领域 他前前后后 总共投入研究之后 写了一份这个简报档案 超过160页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 硕博士论文 代表其实他把这个整个产品 整个所需要的一个项目 品质 标准条件 摸得非常的透彻 跨入到这个气垫床 其实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另外他在过去 有一次参展的时候 设计一个手提包 结果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因缘忌讳 跨入到户外露营的市场 包含就是像防寒衣 跟睡袋 为什么 因为其实所需要的TPU的材料 是一模一样的 反而它的安全系数是更低 所以当然顺理成章 也打入到这所谓 户外露营的市场 我觉得这个其实开启 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契机 就是因为 因为透过露营厂商客户的介绍 他因此有机会 打入到航态市场 波音的零组件 最主要的一个制造工艺商 就是美商 洛克威尔科林斯 所以其实他为了跟这家公司 打好关系 其实每一次在打电话之前 他都会先已经写好一封email 跟客户通完电话之后 他立刻就会把这封email寄出去 进一步希望强化客户 对他的印象 所以他等于是不怕客户的拒绝 希望透过电话加上email 持续让客户更了解 他们公司的产品 跟他们跟同业之间的一个 不同的优势所在 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努力 长达一年半的耕耘时间 他光是这样子通电话 其实都还没有见过面 就把整个采购部门 跟业务部门人员 全部都把它混熟了 一年半的时间 扣打电话就可以混很熟了 对 这个很不容易 这一般来说 这是公司的第一线业务人员 才会有这样子奋战的精神 可是我们看到是什么 老板带头往前冲 所以终于到有一次的机会 他在美国出差的时候 洛克威尔科林斯的高阶主管 一通电话突然来了 你是不是在附近 那给你15分钟 他立刻赶去 结果这一次的一个会谈 反而谈到了一个半小时 从15分钟变成一个半小时 相谈圣欢 所以也正式敲下了这个订单 目前来说 他们提供了航太领域 最主要产品就是逃生滑梯 大家如果看过一些 这种灾难电影 就是说飞机破降之后 你才会看到所谓的逃生滑梯 它其实必须要耐压耐热 而且要好收纳 其实这个逃生滑梯 其实现在一般来说都还是标准版 全球能够供应布料只有包含八怪 还有另外一家就是外商企业 也就只有两家公司 所以这是一个接近独占的市场 可是重点是 未来的逃生滑梯 它的一个用布的材料 会再做一个轻量化的转变 这个轻量化 它可以比标准版的重量 再减轻30% 目前八怪在这个部分 不管是在研发 甚至客户端的验证的进度 已经领先同业的 所以未来来讲的话 它有可能在逃生滑梯的市占率 甚至成为第一大 为什么要轻量化 其实很重要 飞机你一旦 你的一些零组件的重量降低之后 这个重量可以降低你的燃油成本 再来你可以把这个重量拿来 债客 债货 代表的就是 你的收入可以因此而增加 所以其实在整个所谓的一个 逃生滑梯的价格上面来讲话 动辄一步大概是台币百万 可是这个非常重要 可以轻量化的布料 其实它占成本的比重 也就只有0.5% 代表就是 其实像空中巴士 或波音这些大客户 他完全不会在意 付出的价格有多少 对他们来说 其实都是九牛一毛 可是对于八怪这家 或许说过去是不起眼的小公司 因此可以取得非常高的一个利润 所以其实它的毛利率来讲 平均都是在三成以上 甚至超过国内的纺织大厂 像卢虹 像巨洋 所以我想其实这一家 在宜兰东三乡 不起眼的一家小公司 这绝对可以堪称为 台湾的纺织业的隐形冠军 好 这样威廉兰刚刚所说的 这个八怪 现在真的是堪称 台湾的隐形冠军之一 不过我们说到军工股 还有哪一些操作要特别留意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在上一段我们提到军工股 在最近真的非常好想请教赵宇 如果说在操作上要特别怎么留意 刚才其实威廉有讲到 八怪的故事 我觉得当然好的公司 我们一定要给他 好好的一个鼓励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资金也从在过去 大家在担心这些军工 好像有的公司就说 这个财报没有赚很多钱 但是现在这个资金 就转进到 真的获利不错的公司 像刚才威廉讲 介绍这八怪就这样子 那在操作上面 其实我只跟各位讲 股票很简单 有人买就有量 前面没有人买 所以没有量很正常 可是股票有人买之后 他就必须要维持个热度 那这个就叫做打铁要趁热 好 什么打铁趁热 成交量不能够快速萎缩 快速萎缩接个条件 涨多的时候 回档的那一天到两天 最多三天 不能超过三天 他量缩去做整理 接下来你要持续补量 不然冷掉之后 市场上面就失去焦点 所以在操作上面来讲 八怪我们可以请肥宇把这个线拿掉 我仔细跟各位讲 这是今天的K线 这昨天 这前天 好 12345 它的五日均线扣底值是扣在这里 也就是大家所看到这条上端 上端黄色这条线 那你看明天的扣底值扣这里 也就是说明天股价如果还是在大涨 它的股价跟五日均线的乖离就会很大 它一直到这一天 它这一天是它前天出现大涨 它的那个均线才往上拉 因为五日均线是个平均值的观念 所以我认为明天在大涨的情况之下 要看它怎么开 那当然如果说真的很强 气质很强 上去直接就拉上去了 那有可能会量缩 那不然来讲的话 它必须要维持的量 因为今天的量能 比昨天要稍微少一点点 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 可能是吸收的关系 但是anyway不管怎么样 它这个量一定要能够 持续的补上去 起码五日均线这个地方 要维持一个上去 这是八怪的操作 那再来就雷虎 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 这个雷虎说 也是好像没有什么赚到钱 问题是说 人家股价就涨给你看 但还好这间公司 因为不能融卷放空 不能融卷放空 可是在操作上面来讲 因为今天的雷虎 拉得比较快 拉得比较快的情况之下 可能要注意就是说 在操作上面 是不是说刻意营造一个 非常强势的一个情形 但是资金这个地方来讲 已经有一点点从中低价 或是没有什么赚钱 或是本亿比较高的公司 转到获利数字比较好的公司 所以这一点是投资朋友要注意的 那这样子 手中有雷虎的怎么操作 很简单 它过前高的地方来讲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震荡 所以今天很快拉涨停板 明天或甚至后天 去攻这个高点的时候 它不能出现一个上下震荡 或甚至爆量 如果手中有的出现爆量的 在这个地方来讲 先做一个停力 先赚钱放在口袋里面 那空手怎么做呢 一样很简单 我教大家 你真的想做这种 玩这种云霄飞车的 量缩回来 量缩回来的时候 我们再进行布局 那其他这些股票也是一样 那要维持一个热度 一样是要维持这个热度 那手中有的来讲 只要这个热度够 就可以持续维持多方的操作 照一段我们看到是在军工部 我们稍后回来关注的是 在中国各地现在开始传出说 这个清零有开始放松了 所以在今天露骨是出现了 大涨降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是已经到了 可以加码买进的时间点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中国各地开始传出放松清零 结果激励露骨间大涨 要请教冯总监 现在大摩调高了露骨的评级 还说要加码 这个时间点是时候买进吗 好 自从国务院讲出一个大原则 快风快解 阴解静解之后 我们发现到中国大陆各地 从比赛这个风控 现在的比赛怎么样 解封 我们看到就是像北京 上海开始宣布 搭乘交通工具 你其实不用再检验核酸了 同时山东跟浙江省也宣布说 公共场所跟这个交通 也都不用再查验了 那大摩这个时候提出 这个最近的两年 其实大摩都没有太 对中国大陆有太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看多 但是现在他也觉得说 看涨中国的一个股票 认为说明年 中国大陆大概会有 从59点升到70点 这个MSCI 中国指数的部分 那么恒生指数 也认为有超过10%的 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 但是我认为 这些外资应该都已经 是提前布局好了 我们看到 其实上纵指数涨不多 大概从低点上来 大概也只涨 差不多10%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数 是在NASDAQ 中国金融指数 你看他从低点 差不多是4000多点 现在已经将近7000点 涨幅已经将近50% 这远远超出大摩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同时间我觉得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在汇率 因为人民币 不管是在岸跟离岸 其实都已经有收复7关卡 这个是在过去来讲 很少数见到 因为过去中国股市是一个 比较空头的一个状态 那么人民币收复7代表说 短期人民币不再贬值的 一个情况之下 资金面对中国股市是有利的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下一张 就是说不只是中国大陆 连港股 今天到截至五盘为止 我们看到涨最多的在哪边 板函幅度最大 其实在可怜的